你好,我是少年 以为男孩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女孩 可是却始终无法触碰到她 可即便如此 男孩的记忆中永远都无法抹出她 这不是天垢 也无关爱情 故事还得从头讲起 冬天来了 冷冷的雪飘在这个寒冷的城市 使它变得更加冰冷 不知道从哪个海湾飞来了一只白色的海鸥 带着雪花 不停的翅膀 在创新的树枝上 翅膀轻盈的一盏又飞走了 罗伍只得木兰地走过 雪还在下 罗伍的秩序却被她带走了 恍惚间似乎回到十年前 那年罗伍十二岁 她无法忘记那个女孩和那个玻璃球 一天放学后 罗伍和朋友俊浩走进了一家商店 角落里有一堆玻璃球发着光 一个紫色水晶球像充满了魔法 在罗伍的面前变换色彩 罗伍把她捡起来 水晶球里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孩 闹着球星在穿梭飞舞 突然间白衣女孩越舞越快 最后变成了一道刺眼的白光 罗伍一惊 紫色水晶球掉进了球队里 等罗伍蹲下身去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罗伍样样不乐地回了家 奶奶又抱怨罗伍回来吃了 罗伍没有理她 抱起了罗伍的猫猫 天情时 罗伍会带上罗伍的猫猫和君浩 去一个属于他们的地方 在海边 一座古老的灯塔 却是他们而时的乐园 他们经常在水中潜水 在海边草地上躺一天 远远地望着灯塔 没有忧虑 灯塔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傍晚 从塔楼顶上会飞出 许许多多的海鸥 白色地飞搬整个海湾 闹着灯塔不停地飞 后来的几天 一些白色的影子 总出现在罗伍的脑海里 相机在店里看到 那个水晶球里的百姨女孩 可是在商店里 无论罗伍怎么找 都找不到那颗紫色的水晶玻璃球了 罗伍回到家 心里很失落 屋子里却空荡荡的 猫猫也不见了 是不是 丢在灯塔那里了 于是罗伍踩上车 往灯塔起居 走进灯塔 灯塔里很暗 背后发生了猫猫的叫声 他从罗伍的背后扑过来 几乎把罗伍给扑到了 像是在追赶什么东西 他自压了一岁的 瞪着前面 随时想张开爪子扑上去 原来是一只灰色的东西 像小河吞 臃腫了身体 小小的嘴巴 小小的眼睛 小小的翅膀和尾巴 很可爱 他静心地飞到罗伍的眼前 看着罗伍一转身 飞了起来 坐的楼梯飞向了塔顶 罗伍追上去 他的梯子爬上了灯塔的楼顶 可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两盏碎裂破坏的灯 突然的两盏灯 在一刹那间亮了起来 塔楼里飘飞着怪异的光粒子 它们疯狂的变换 就像哪个紫色水晶玻璃球粒的世界一样 闹着罗伍好像要将罗伍完全吞噬 光线越来越亮 恍惚间 罗伍一阵晕厥 像是最近的雲里雾里 脑里一片空白 有什么暖眠眠的东西拖住了罗伍 睁开眼睛 猛猛就坐在罗伍旁边 傻傻地看着罗伍 罗伍疑惑地看着四周 这时 它出现了 那个紫色水晶玻璃球粒的白银女子 白色的云 懒洋洋地飘在半空 绿色的台线和红色的珊瑚 在空气中微微起伏 罗伍那么近地看着它 那么洁白 那么真实 那么出手可及 它却慢慢地移开 眼睛看着罗伍 它是那么的美 手里的紫色小花 使它的美更加素杰 这是梦 还是另外一个世界呢 罗伍不知道 它最后还是走了 罗伍回过头 猫猫在追逐一只蝴蝶 罗伍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回来的 那一夜 罗伍无法露睡 灯大的光 在床前扫来扫去 很晚了 罗伍才睡着 又过了几天 在半夜的时候 床托着罗伍飞了起来 像是在水地 轻轻地往水面上飘 罗伍惊醒来到白天 那个神秘的地方 鸣在身边脑成一团 罗伍在中间飘着 在缠绕我匍匐的大树下 罗伍爬上了绿色的苔蝶脚身 又一次 罗伍见到那个穿着白色衣裙的 粉红色女孩 她躲在一片粉红色的云里 随着云 悠悠地飘着 罗伍吃着脚 在桌林里 追着她跑 突然 一脚踩空 罗伍重重地摔了下去 一下子惊醒了 罗伍以为刚刚仅是梦 摸了摸屁股 却隐隐作疼 手臂上 也有残留的 苔蝶丝 罗伍把这件事告诉俊昊 俊昊却说 罗伍是做梦了 接下来几天天空很暗 罗伍的小渔村很近 可是有个地方却热闹起来 是灯塔 工人们忙着修补残疚地打声 有一天夜晚特别黑 罗伍和俊昊偷偷溜了出来 爬上了塔楼 他说 那个紫色的玻璃球 他曾经在塔楼顶上见到过 罗伍他们刚爬上去 塔楼就慢慢地亮了起来 灯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渐渐出现的灯光 把塔楼里的灯也都点亮了 光线越来越强 刺得罗伍冲不开眼睛 罗伍伸手去挡 刺眼的强光却消失了 罗伍睁开眼睛看到白色的一片 罗伍自己也就在白色的龙毛上面 远远的 罗伍看见一个女孩 一个穿着白衣的美丽女孩 他穿过了一落厚厚的云 张开双手 向罗伍飞来 他伸手把罗伍拉了起来 在飘过白云的世界里 飞过翻卷的云 飞过无数的梦和无数的粉红 他的白衣 还有他的苏任小手 一直飞到一树森林 他才放开罗伍的手 他看着罗伍 晶莹地飞到罗伍的面前 他的唇 离罗伍是那么的近 罗伍闻到空气中 还有梦的味道 罗伍想要迎上去 不知为何 却羞涩地避开 他飞了回来 小时候抚摸着罗伍的脸 罗伍的耳朵红了 心蓬蓬地跳 从他的手里 罗伍可以感受到他呼吸的几簇 罗伍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 握住了他的小手 他的手很凉很凉 罗伍和罗伍身边的一切 都仿佛要飞了起来 他抱住了罗伍 罗伍也抱住了他 周围的一切都在 旋转看无约 我看不见 其实罗伍和女孩子 在飞一起飞 在油花的空中 在油光的云里 后来 罗伍醒来就要 自己抱着枕头 爬在床上 但罗伍相信 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 是真的 隔天的小渔村很平静 灯塔前聚集了很多的村民 忽然下起了雨 噼里啪啦地打在灯塔上 罗伍的朋友俊浩在欢呼 看着雨和雨中的灯塔 罗伍有了不祥的预感 那天的雨一直在下 晚上的时候雨更大了 远远地看去 灯塔是那么的渺小 奶奶半半半一只坐在窗前 没到下雨的时候 有人出海 她总是会坐在窗子前 从神到看着外面 极黑的大海 妈妈也满脸地忧虑 一年前的晚上 那天雨也特别地大 爸爸再也没有回来 那之后每次下雨 妈妈就在窗前发呆 那天晚上 罗伍也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大雨 不祥的预感 更加强烈地进来 忽然 口袋里的那颗紫色的 水晶玻璃球 刹那间亮了起来 罗伍猛然惊醒 灯塔 白衣女孩 此时 已经出海的渔船 正在狂风中飘摇 随时 对我可能被风吹到 被让割到 灯塔正在维修 他们 看不到回来的方向 黑夜里 大雨倾盆 四季的敲打在塔身上 通往塔楼的桥 也在风中晃动 罗伍发疯一般地跑过桥 松动破烂的桥板 纷纷在罗伍脚下跌落 紫色水晶玻璃球 消失在油灯里 油灯亮了 光线 沿着破旧的塔楼 向上蔓延 像是一团旋转的火炬 想要吞噬什么 一群跳跃的火精灵 肆意地烙着灯塔的灯 引起了点点火星 一阵雷声响过 灯塔的灯 刹那间大亮 光芒刺酸的细黑的夜空 可是罗伍却一下子跌倒了 像是从塔楼掉进了雾的深渊 暈乎乎的 罗伍感觉有人在呼唤自己 是他吗 女儿的真情 有忧伤也有忧虑 罗伍伸手过去 想抓紧他的手 他伸手过来 想握紧罗伍的手 就在两人的时候 要牵在一起时 他突然迅速地往上飞去 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吸走 他越飞越高 罗伍拼命地追上去 他停在半空中 像一尊女神的雕像 无数的石块 为着他飞 他的身体越来越亮 最后奔发出一套强烈的火光 那火光 从另外一个世界里发出 换变成了巨大的力量 那股力量从塔楼里爆发出来 沿着塔楼迅速地扩散 抵挡着肆意的风暴 塔楼里发出的力量越来越大 厚厚的乌云 大雨以及闪电 全都慢慢地退出 照他小雨村上面的暴雨 也被那股力量催走了 妈妈和奶奶 坐窗前被眼前的世界惊呆了 那一夜 风歇了 雨停了 小雨村恢复了临近 灯塔的灯光点燃了静静的夜 罗吾醒过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灯塔外 阳光灿烂 从那之后 罗吾再也没有见过白衣少女 再也没有去过 那像梦一样的白色世界 许多年之后 罗吾听人说起 那次台风惊喜雨村 是灯塔女神牺牲自己 才将小雨村保住的 那颗紫色的水晶玻璃球 罗吾一直留着 虽然她破了 碎了 可是在长大后 来到的都市 那些最美好的记忆 永远也不会忘记 片名《美丽蜜语》 看似一场很文明的梦 可是背后却是无尽的心酸 因为罗吾他不想在便利 有人离开 12岁的时候 他的灵魂是流浪孤寂的状态 慧琴的照片变成了黑白 嬷嬷也一直让妈妈改嫁 毕竟人都已经走了 又吓得 还得继续生活 如果妈妈改嫁 也将意味着不同性质地离开 再加上俊傲后面 也离开了这里 去读书了 离开两个字 成了罗吾最讨厌的词组 他更希望自己能够去到一处没有离开的世界 那个不安的情绪 也是罗吾害怕命运同样上演在 那次出海和灯塔周围的人群 穿上了所有人都将离开 岸上了人 罗吾不想命运重演 才会大喊 不要读下我们 都回来啊 或许 这看起来是充满了迷信 可是在大海上 似乎总会出现一些 让你无法理解的事迹 也正常不过 而抛开这些问题 回到故事的本身 就会依旧沉迷在 这梦与现实反复千万的温馨中 灯塔女神的世界 是罗吾十二岁时的灵魂七夕所 而这些事跟妈妈说 跟某某说 都无济于事 只因为你不再相信童话的时候 也就无法和灯塔女神相见了 我是少年 一个迷恋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近衡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